从暴力仇恨到犯罪结构性的种族主义 人们和社区如何找到一种方法 来与这些针对他们的可怕行为和解 随着仇恨犯罪和与仇恨有关的事件的数量继续增加 这个问题越发紧迫 对此 加州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EMS 于6月9日召开了关注仇恨犯罪疗愈的主题研讨会 演讲者分享了个人经验的同时 也讨论了他们围绕记录过去 以及当前仇恨和不宽容事件的工作 从1982年的Wincent Chin陈果仁的残酷谋杀 到对阿根廷持不同政见的政治迫害 以及对非裔美国人确保赔偿的运动 尽管来自截然不同的种族和地理背景 但所有人都同意 该过程的关键步骤是记录仇恨的所有表现形式 并验证受影响者的创伤 资深活动家 作家 Wincent Chin陈果仁研究所创始人 Hylan Zia首先指出 在新冠疫情期间 有仇视亚裔的行为 2019年新冠疫情 首先在美国发现时 很多针对亚裔的仇恨都发生了 仇恨暴力甚至杀戮 影响着美国的社区 代际创伤不断延展 在过去三年中 看到越来越多的煽动暴力 他还讲述了41年前 陈果仁遭遇暴力的事情 同样的仇恨是针对日本 并导致他在底特律遭到残酷袭击 肇事者将其误认为是日本人 并将美国汽车制造业的衰退 归咎于此 这对所有亚裔人来说 都是一次创伤性事件 是和数百年来少数族裔经历的歧视和暴力犯罪息息相关的 后来他转向新闻页记录这些攻击 成为变革的推动者 反对针对任何社区的仇恨 不平等和暴力犯罪 帮助大家发声 在 Think Media First which first publicized this as well as then the broader media were able to bring more attention and the thing about acknowledging recognizing connecting the dots showing that this was not just a a one-off kind of thing but linking it to history and showing the context to other communities as well so that was a healing process and the community got stronger it got stronger in very concrete ways 旧金山大学非裔美国人历史教授 旧金山赔偿咨询委员会成员James Taylor 和其所在组织推动了 奴隶制披露条例协助立法 他表示 赔偿是关于修复人民 但非裔群体其实从来都没有获得修复 很多对于赔偿予以批评的人 完全没有切身了解过 具体非裔美国人遭受的创伤 他的团队所做的工作 帮助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 他普通说 赔偿是非裔社会正义努力的自然结果 出版商和社会学家 阿根廷前政治犯Nester Fantini表示 在讲到协同调和 以及一些伸张正义的项目时 不仅仅是理性的问题 也在处理一些深刻且激烈的情绪 他指出 你认识, time by itself 我认识, it's not the solution 我认识, we need political action we need to be able to generate change in society and we generate a much more equal America unless we deal with the social justice factor and we create a more fair distribution of our wealth I mean, we're going 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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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